花蓮建议会财政小组的成员 6号起1年2天是在花蓮的南区 包括光复乡的生态观光产业 以及玉里复离两乡 户政和地政事务所的工作业务进行了考察 尤其是针对了目前南区两座金针山 用地解编以及台九县 玉里到复离拓宽征收路旁的农地 恐怕会让住户无地可盖的窘境 进行了讨论 原理解决指导 花蓮建议会财政小组6号起1年 规划两天南下考察行程 首日财政组总招黄兴 副招黄玲兰与小组成员副议长潘岳霞 实地体验了解广复乡 拉索爱生态观光产业 接着前往复离六十淡山金针园区 以及玉里护镇事务所烟雾视察 财政小组散案 7号财政小组一行人 在县政府地震处长吴泰坤 及处同仁的陪同下 来到玉里镇地震事务所进行座谈会 听取南区地震工作业务概况 对于南区两处温泉区 以及赤柯山六十淡山金针园区 土地使用的问题 部议长潘岳霞高度关注 所以这个方面在地震的业务 我希望说大家一起推动 要结合监生处 跟农业处 所以各局处我们都还是要串流起来 把地方的一个能够呈现更好的光光大县 再做得更过时 此外目前 苏华改工程处积极推动 瑞瑞伍克到复里的台九县道路拓宽 用地征收 不过也引发了农民抱怨 农地水田征收价低 而沿途聚落住家 征收后也无地可盖的窘境 现议员黄玲兰十分关切 大声几乎未明发声 现在就是两个问题 请吴处长 还有我们的事务所来协助就是台九县拓宽 从玉里一直到复里的困难 很多这样的一个 就是前面是建筑物的建立的房子 被参与掉之后 它后面的农地 它可不可以往后 就从农地 就是使用农地的变更 然后让它可以就地 财政小组总召黄兴 对于主员所提出的议题也高度重视 并且对于花莲县国土计划的推动 尤其中南区农地专区 或者生态观光园去土地使用 要求地震处整理规划 经过这两天的实地查访 考察地震护震等相关机关 议会查证组总召黄兴 除了是感谢相关人员的协助 就考察会议中所提出的议题 要求县府地震处能跨局处的来 严理讨论 解决民众的问题 记者是越来南区众所报道 找至今了人 需要工票 咨诺人 下 操